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台北股市在上个礼拜创高之后 连续三天回档修正 加上挥打股价也是在创高之后做拉回 最近这三天跌幅已经超过一成了 也拖在台股今天早盘是持续的下探 但是十点钟过后 电子股好多中小型的拉出了下影线 尤其到了尾盘 台股的F4都是拉尾来表态 包含了台积电 包含了鸿海 包含了广达这三家公司的股价 都在尾盘拉了下影线之外 甚至还顺势的由黑来做翻红 好 台北股市怎么做观察呢 这三天的修正 修正结束了吗 那今天这F4的拉尾盘 我可以象征着 依然是买AI还是主流吗 那是好多的大咖跳出来试景 第三季台北股市可能会做区间震荡 那区间震荡大股票涨得不动的话 是不是要看中小型股还是比价有机会呢 马上欢迎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分析师肖又铭 老肖好 明君 各位同学好 欢迎分音师吴岳展 展哥好 明君好 大家好 欢迎分音师王兆丽 兆丽老师好 明君好 同学好 好 台北股市的今天是拉出了下影线 那外资昨天是大卖了台股超过400多亿元 今天的下影线怎么样来做观察呢 尤其看到尽管辉达是下跌 但是苹果当中股价持续的 有买盘来做进驻之外 好多的美股75市的表现也相当的好 好 苹果今天带动了苹概股 包含大力光跟郁金光 成为台北股市的双箭头 怎么来观察呢 这个第三季台北股市的走向 苹概股能够一路的报到iPhone出货吗 我们请问老萧老师的看法 在观察到现在应该恐惧还是贪婪呢 昨天才讲外资的大卖 导致台北股市大跌跌破了失险 今天拉了下影线大股票撑盘 怎么样来观察台北股市的未来的走向 尤其看到今天包含了这个 散出型面板封装跟被动元件 着强惊弱 今天稍微熄火能够洗洗再上吗 还是见好就收呢 我们请问展哥的最新解读了 而辉达休息至今轮到哪里 大家都说好担心辉达会变成思科的第二 但今天赵立老师要拿证据告诉你 AI还在指示稍作熄火 那这个辉达的股东会在周四就要登场了 有没有好戏可以演出呢 行情真的不用悲观吗 而AI的吃电怪兽发威 台达电逆势创下挂牌高 AI电源外资喊冲 台达电创新高的话 低价可以看谁 请问赵立老师 休息一下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台北股市今天 因为辉达持续下修的影响 早盘市开低 本来想说大盘连续修正三天 要修正到什么时候呢 没想到盘中 包含红海先跳出来表态 好的中小型股的电子股拉出上影线 大盘今天开低走低 但盘中拉高甚至尾盘还收最高 今天的高低差超过了400点 中场的台股市上涨62点 收在22875点 成交量是4648亿元 包含了台股的F4 除了联发科之外 台股店鸿海跟广达 都是拉尾盘的表现 台股店收最高 鸿海是领先翻红 而这个落后的AI概念股 台达店更厉害了 今天股价创下了史上新高 我想问一下老肖老师 大盘昨天这根黑K棒 外资大逃命 賣了400多亿元 今天台北股市跌破十日线之后 拉了长长的下影线 尤其看到这个走势 开低之后向上走高 我们刚才开玩笑 海北股是头过升就过了吗 后面航行不用太过悲观吗 我们的看法 其实各位从几个角度来做观察 第一个如果我们单纯只做单一K棒 就好像明君刚讲的 台股开低走低 中场以最高点做收 问题是从整个形态结构来看 这个修正还没有达到反转的要素 这第一个 第二个从量价来看 这里也不是一个标准的 一个要做反扑的结构 你说为什么这么看 各位请看左侧 纵使这里是个短修正 对不对 OK 这个短修正 修正的低点一定是带量的 一定是带量的 OK 那么这个修正 这里有没有量 这个量是往下错的 关键在于这个最大量是在这里 所以这个整理结构 我们认为还是持续的 还在整理过程当中 所以今天的这个 拉出上线的反弹 不可以太过的开心 那为什么呢 主要就是因为挥达 因为挥达除了这个黄仁勋 指引长卖股的影响 导致股价下跌之外 也是因为高处不胜寒 股价来到历史新高 但是在台北时间的礼拜四 挥达要召开股东会 挥达能够继续的放烟火吗 还是说大家还是稍微的保守一点 会比较安全 我有几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看昨天美股三大指数 其实道琼表现就真的蛮不错的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科技股就比较走弱 所以我觉得以今天的标题 它其实把整个重点讲得很关切 然后为什么比方说路透社 它不就提到说 因为挥达的重挫 那影响到什么 整个市场多头力道 包括各位不要忘了 不只在台股包括在国际股市都一样 ETF是市场一个非常重要 推升整个买盘的力量 所以如果挥达股价出现修正 那整个框架 你要说整个相关的科技股大涨 那个难度就会很高 投资者商业日报它提到 光是在过去三天你知道吗 过去三天挥达跌掉 整个标普这个市值 它占比是九十六% 所以这种过程里面 你说挥达止跌 那我们认为整个科技股的多头 就会回楼了 OK 所以我们再往下看 那彭博就提到说 因为挥达在过去这三天 跌掉13个百分点 那市场怎么办呢 像这种个股 你说看财报吗 也看不出一个变化出来 所以只能利用技术分析来做观测 所以稍待我们会从这个角度 跟各位做说明 好 技术分析来做观测 老师马上拿证据给大家看 我们先从这个挥达跟全球主要指数 跟这个指标股的比价读来做观察 的确呢 挥达是一马当先 那老师就想问 要修正到什么时候 可能会看到指纹的讯号 首先我的看法就在于 商品价格涨涨跌跌 我们很难去判定出 那么到底谁是先行指标 对不对 所以这种过程里面只能用比对 怎么去比对 我们把主要的商品 统统放在一起 然后去观察 这些商品的一个行进过程 我们去找出关键的变化 举例各位请看左侧 各位你加入Lite Edge 也许你这么乍看看不清楚 你加入之后 我们的资料会提供在Lite Edge里面 跟大家做分享 举例我们把什么呢 我们把台积电 我们把台积电 把加权指数 把纳斯达克 把辉达 把艾斯摩尔 全部放在同一个点 就是说我们去观察 过去这三个月 我们统统放在同一个点 过了三个月后 我们来找出 请问是艾斯摩尔 还是纳斯达克 甚至于全球地区里面 最强的加权 还是台积电ADR 还是辉达 请问到底谁是先行指标 这个先行指标不是欧白说的 你要去比对你才看得出来 那我们就讲一个最简单的说 到底哪一档个股率先出现低点 率先 当它在跌的过程大家跟着跌 并且只要它一直涨 所有的标的跟着往上涨 对不对 那你就找它是不是第一个出现高点 所以我们来看 来 各位就盯着它看 首先我们把所有的商品 三个月前放在同一个点 然后一直观察 不是看涨跌的排幅 不是谁排第一不重要 重要是来 各位请看4月19号 4月19号最先落底的 这个咖啡色这个 四个十九 OK 结果这个咖啡色这个就开始涨了 它就开始起来了 我画给你看 它就这样子长 它长到什么时候 它长得足足 刚刚好两个 它从4月19涨到6月18 你只把这里画一条线下来 OK 六月十八 谁先见高点 回答 这支咖啡叫回答 也就是说回答在上周二率先见高 它就开始转弱了 OK 所以回答转弱 来 各位请看右侧 台积电ADR 加权指数 纳斯达克 艾斯摩尔 不全部都往下跌吗 所以关键不是 也许大家会说 今天郁金光不错 我也看不错 台积电不错 也不错 台积电表现也不差 不对 如果回答能够指稳上扬 所有的股票 科技股都要涨 回答不涨 我们认为台股今天是 是习售 是习卖 是卖方缩手 不是卖方不卖 而是卖方在等科技股什么时候要涨 所以我们就来看右侧 右侧是回答过去这三个月的股价走势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最高点是6月18 OK 这个最低点4月19 这天4月19 这天6月18 这刚刚好有两个 总共是三个月 那我们就把最大跟次大三个交易量抓出来 1 2 3 3个 回答还是多头 为什么 因为最大量在这里103.8 这是最大量 如果最大量是这两个 那就糟糕了 你知道吗 那就挂了 它就一定会跌 可是因为最大量在103.8 代表什么 这个多头是持续的 关键在于这两个 这个叫B 这个叫C OK 目前价格在这里 它在B跟C的下缘 那告诉你什么 过去这两次的放量 现在全部套牢 就是晋能钢放量 交易量代表市场看法不同 才会有交易量 大家看法一致 交易量就会急速萎缩 你知道吗 你认为会涨停 我认为会涨停 所有的人认为都会涨停 就没有量 怎么会有量 看法不同才会爆量 所以这两个大交易量 现在的价格 如果在这两个价格的上缘 那代表什么 它是强势的多头 它在下 代表这两个交易量 卖方都卖对了 买方都买错了 所以这还没落完 你知道吗 我们预计真正的防守 要到103.8 才会出现正向的大反弱 毕竟之前创高的时候 老师老师说有带出大量 所以短线上面的防守点 回答要看103.8 如果能够稳住的话再向上 反而整体的AI 跟台国的电子国 才会有反攻的动能 所以短线上面今天的反弹 大家稍微的停看 听 那没有关系 回答修正是无所谓 可是最近 你不是说美国股市就此下跌 也并没有 因为美股当中 其他的个股跳出来表现 有资金去买 包含了谷歌 微软 亚马逊 甚至苹果 美股大跌 苹果抗震稳住三兆的市值 国泰京陈淑芬 投资长说 追高很辛苦 趁外资放暑假 台股回党买 赚基本面用功的钱 中小型股有机会 那基本面用功的钱是什么呢 暑假过后就是 苹果的发表会了 郁建官好强势 今天很多老师都在说 他有这个投信 持续买超力挺之外 也公司派奖 感受到了手机的拉获力道 外资连久买投信 是连18买超过2500张 股价又创下了波段新高 法人喊八字头 富方投顾说买进832 国票证券强力买进850 现在它的股价是六字头 还有快200块钱的空间吗 我想问一下老乡老师 这个拉台股回党买 这个等待挥达 这个指纹的过程当中 瓶盖股可不可以当作我们的方向 对 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子 就是各位已经请看了 比方说法人圈给予 郁金光都是很正向的看法 关键在于它为什么写这么正向的报告出来 因为所有的筹码被锁定的集结了 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到 过去这几个交易日 郁金光本身股价的走势 就比别人来得强 因为它筹码被锁定了 一旦被锁定 这种个股除非它跌回集结区 否则我们认为将会是未来 整体上台股非常重要 多头的观察标的 OK 那我们回过来看一下加权指数 以加权指数为例 整体上市场多方的力道 是在这里 在22,290点 那么今天拉出一根长长的下影线 拉了一个下影线 我们的看法就是说 整体上台股会进入一个整理结构 这里是个整理 因为加息最大加率量 这里是22290 就是说这一波段 市场的平均交易成本 所以台股会进入这个区间 那也就代表它在告诉你 选择个股就来得特别重要 好 我们来看以台积电为例 台积电今天表现不差 开低走低 也是往上硬是翻红 关键在于这还不能买 时间点我认为它还是个整理区间 就是说第一个加起970块 它倒出最大加率量 当天的收盘价在970 OK 除非台积电重返970 那我只能告诉你 那就要强到一个不行 否则它就是这个整理区间 好 整理区间看的是加权指数 跟台北股市当中的全子股台积电 我想问一下老师 如果说台积电现在外资 已经站在卖方获利出厂的话 我们现在怎么样来找防御型的标的呢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看到金融股本坡段 表现非常平衡 我举例我们看一下国泰金控好了 对 这个是国泰金 国泰金控我们就用两个量价的关键来做观察 首先我们用一般的交易量 一般的交易量你就是抓最大量 最大量一点是这一天 这一天成交了11万0819张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这天这支长逢K棒 有11万张认为 这支股票不可能会去 对不对 就是不可能会去 所以才卖了11万张出来 可是相对的 有等同的力道认为 你错了 他保证会涨 所以同时买了11万张 所以在这一天不就爆出了 这么大的交易量吗 接下来你看到目前为止 这整个交易量是缩的 对 那你就把主要交易量 所产生的交易价格 不就得出一条未来的警线吗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只要股价在这个点位之上 站在量价里面 他告诉你 他就是个多头的一个推升 OK 反之在这个价格之下 那你要提访 这个修正尚未结束 这个价格在55.5 这档是国泰金 这是国泰金 55.5 他是不是硬是都守在55.5 就有了这一波的一个上扬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我们去统计它的交易量 这里是个大集结 大约这里到59.5左右 59.5 也就是说除非国泰金 跌落59.5 否则这种个股我们认为 整个外资圈会持续站在买房 好 国泰金首稳在55.5之上 那一股价往神仙多头奔腾的走势 那另外一道老师看 比较低价是这个开发金 对 包括开发金跟国泰金也一样 各位因为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突然之间讲金融股 对不对 所以我们很快速来 各位请看 因为台北股市是不是从 过去这三天是往下跌的 加权指数 OK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 过去这三天 就看三天就好 你又不看投信 投信根本就不用看 那为什么不用看 我请问你 投信昨天是不是买了80亿 那个在做对冲你知道吗 投信买80 自音商卖80 避嫌80 他不是自己在做对冲吗 他根本就只是在做对冲而已 他没有在防守台股的 真正是在外资 外资昨天单日卖了450亿 过去这三天 他主要买了这些股票 他在做防守型策略 你知道吗 他买的就一排 都是金融股 另外一边 在科技股的部分 他就买牛皮股 买仁宝 买友达 买鸿基 买南亚克 是不是买非常牛皮的 对 这就是它是个防守策略 所以整体上科技股还是要等回答 所以接下来 因为礼拜三要公布美光了 美光财报 这很快 这蛮重要的 各位你加入Lite Edge之后 因为周三公布出来的数字 到底是符合预期 还是不如预期 甚至于超越预期 对不对 那你最起码要知道市场怎么估的 原本去年的第三季 美光是亏损的 一丢钱 因为不是贪钱 那今年预估是贪1块 如果1块来说 本益比是136块 很公布你知道吗 关键在目前市场 针对美光的评估在150 目标价到175 OK 所以各位你就加入我们Lite Edge 有美光 有鸿海 有台积电 有郁金光 郁金光为什么这么强 因为整体上来看 以目前的评估 预估本益比最低的是郁金光 只有17.3倍 大盘大概在23倍左右 那欢迎各位可以加入我们Lite Edge 我们会持续帮大家做追踪 包括低价股都会这样 好 低价股当中的群创 这个被大摩说 你的先进散出型封装 没有这么快的贡献营收 群创间的大跌 所以拖累整体低价股的走势 不一定 还是要看题材够不够强 跟基本面有没有 比较强劲的力道来支撑 那大家如果对老孝老师 刚才所讲的族群或个股 有问题的话 包含台积电 电子股以及金融股 甚至低价股的操作 有想法都可以参考 画面上面的联络方式 跟老师来加个朋友 加个Lite 那我们相关的内容 都会放在Lite Edge里面 同学们有空都可以提出 扫一下QR Code 就可以找到老师的Lite Edge讯息了 有空都可以提出问题 老师有时间会跟大家 做互动还有分享了 关来聊一下台北股市 今天狂拉下影线 我可以说短线修正结束了吗 还是说再等等呢 如果说好几个大咖跳出来 台股多头没结束 但第三季要修正 修正的过程当中 你的选股策略怎么定 我们请问展哥 休息一下锁定 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台北股市十日线保卫战 今天可以说是顺利的 防守成功了吗 台股的逆风和时过 今天尾盘F4的拉台 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们看一下 最近苹果的新闻好多 苹果旁边当中最强 包含了第一个要加入AI大战 他要跟这个台湾 很多公司设立资料中心 可能会绕角北部 五巨头投资额破千亿元 包含了谷歌亚马逊 微软辉达加苹果都要来台湾 第二个是旧路场冲AI突破 中国的封锁线 结盟百度呼声也很高 阿里有望出现 他要跟百度要跟阿里结盟 这款的iPhone16的AI手机 会不会其实真的他们赋予非常大的期待呢 苹果逆势抗跌这两个月来 涨了超过两成的幅度 台北股市在创高之后的拉回 大家都很担心要修正到什么时候 上个礼拜我的结算是台指 外资拉高结算嘛 外资被嘎啦 那这三天的下跌呢 有没有把这个跌幅修正给满足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大咖的看法 这个台湾先生胡岳涵讲啦 台股短期内不会大跌 那AI回答让周晓银行股补涨 估明年的点位比现在低 代表说可能没有办法再有机会再创高了吗 我等一下请展哥来解释 可瑞颖不这么看 瑞颖认为台北股市乐观情境上看 两万五千点 那杜金龙大师也说 AI效应只是出身段而已 短线管理修正后还是有冲高的动能 好 展哥我想问 其实我这样看下来 都是偏乐观 但指数的点位预测都不太一样 有人认为创新高 有人认为不会创高 可是个股表现还是有空间 展哥你怎么看 今天台北股市拉出下影线 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我可以说修正结束了吗 还是说可能还要在一些时间 OK 这个部分我觉得第一个 我们从外资说五月份汇入 三千八百亿嘛 我常在讲过很多次 我说你去日本玩 你可能多换个三千八百块 你也要想一下吧 不要说三万八了嘛 人家会三千八百亿 他说要干嘛呢 你说他没想过 对 对不对 外资有比你傻吗 所以一定是有行情嘛 但是问题是什么 如果我是外资 你们都知道我会这么多钱进来 然后我还告诉你说 我要买四大天王 那我不是傻了吗 所以一定会有什么 策略 一定会有一些两手策略 等等的方法状况 所以其实我比较认同 因为前面这一段 第一个我一开始要回流 我一定先买大的 塞钱比较容易嘛 所以你说包含四大天王 包含金融股 这些其实你看得出来 这些来我们看一下TS 那个TS128好了 好 看金融指数 金融指数 其实金融指数前面这里 好像要休息结果没有 你看一直垫一直垫 一直垫上来 所以这种状况有告诉你弱吗 其实真的没有转弱的迹象 但是资金会流 概念上是这样 所以你说大股票 来我们看一下 来2317红海 好2317 红海也是 其实红海昨天还有一个外资 在出报告 就说还是一样 再上条物标价 好应该是Morgan Stanley吧 我不知道没有记错 所以这边来看的话 你说整个趋势有这么容易结束吗 如果回头再讲故事的话 你说上一次的Computex 大家都说 历史上没有这么多科技大咖来 对 对 回答来 那个苏之锋也来 高通也来 ARM也来 对不对 Intel也来 虽然我们没有声宣他来 但是OK 这些商人一定都是最敏感的 那为什么他们都会来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 其实你看这个氛围有点怪怪的 跟以前的状况不一样 那当然昨天又传出来 苹果也要来台湾设置这条东西 对不对 然后再来苹果又说什么 结盟 百度 阿里 其实近几年 从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战 对 那当然这一次 川普好像又来势汹汹了 这次会怎么样也不知道 但那毕竟是9月10月以后的事 但是所以这之前 我觉得科技的布局 我觉得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然后至于说明年 会不会比现在的点位低 这个是比较存疑 对 因为其实去年11月 我们拿瑞宇的报告是说 在AI的部分 那个硬体的 K格都还有38% 那今年其实有一个新的update 数字更高 所以我认为今年也不会是高点 明年也不会是高点 所以这个年复合成长率38% 目前你看到的数据是更高 更高 对 有新的话也是粗暴高 好 我们之后会讲 对 所以我说AIS效应是不是出生段 客观讲我觉得是 这后半段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 OK 那今天我们从指数的角度来看 指数第一个 这边那时候我们讲说什么 这里有可能形成导心翻转 对不对 但是你说守住的话 我说怎么样 月线守住没有问题 所以这里有一个跳空 这里有一个缺口上来 这个缺口上来一直都没回补 没有问题 我们之前讲过缺口理论 那这里又第二个缺口又出来 这个缺口有没有回补 其实也没有啊 还在这么下面 这个是什么222 0 50 对 然后222多嘛 对不对 然后这里再一个缺口 所以这一波创高之后拉回 其实是补这个缺口 对不对 所以今天结果补掉这个缺口之后 马上拉上来 而且还翻红 所以强不强 其实看起来确实还是属于强势格局 然后这边又是时日线嘛 因为我们讲短线的话 五日线 时日线大概是一个重要的点 而且再来回忆一下 其实如果就大盘 前面4月15号 我说我做一个大幅的调节 但是这一次我说我没有调节 我觉得过程方向不一样 然后这一次跌破 我也没有什么调节 甚至今天我还想继续买 我觉得看起来气氛不太一样 但是坦白说 你问我自己会不会觉得 怪怪的 真的拉回然后就两根 就这样吗 对啊 怎么可能那么快 所以说我想问你的问题 对 但是今天看起来 好像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还讲什么 对 那个 确认你会看到吗 不认你会觉得 对 看起来真的就是强 OK 来 那我们再从贵买 贵买今天也是很凶啊 一路杀 杀到月线 结果怎么样 又一路拉回去 还拉上去 对 所以你说真的有弱吗 这个点是什么 之前前一波的整理区的高点 所以这一波上来之后 一直都没有回撤 那当然它没有像台股 因为那个指数的话 是有台积电的跳空 所以带动指数很多跳空缺 它就还好 但这里一回撤 又撤到月线马上又拉上去 今天又收复时日线 实在没有理由告诉我说 这叫弱啊 我们连说服自己弱的理由都没有 找不到 真的 OK 然后再来 这个地方也是我们延续跟大家讲 昨天那条件比较多 外资卖400多亿 对 但是我们讲3800亿跟卖400多亿 400多亿它不会卖了 今天就会走嘛 那所以接下来怎么运作 要观察一下 但是你如果整体来看的话 现在还是属于一个 资金还是在高档 高档区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还是等 有没有机会再往上 然后投信还是一样 昨天投信还买不少 85亿 所以这个地方你说资金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资金行情的部分 然后再来就市场情绪 这是S&P500的 指数还在创高 但是你看 跟台股一样 这一波的拉回 让大家都吓傻了 这就是我们四月那一部分的拉回 所以这一波的上来 其实市场并没有很快的回升 所以如果散户没有回升 我也觉得从情绪的角度来思考 应该行情也没有完 所以你说有没有可能真的拉回就这样 说真的还不排除 似乎是现在大家散户有个心理 都觉得说都创高了 我可能要等 我可能要等拉回 拉回 拉回 反而不敢买股票 但展哥认为 这反而是多头还没有结束的一个讯号 对 而且这一波的上涨的过程 有多少散户真的又跟上了 来 我们看一下大盘好了 应该很少吧 对啊 我觉得感觉也怪怪的 来 我稍微说小一点 好 说小 好 这边的1600点 这里就是刚刚我们讲那个S&P的大拉回 大家全部都很吓傻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一波上来恐怕也不容易跟 然后这里长得又是四大天王 对 所以可能是原本有的人 因为没有人说 老师我可以买吗 都说老师我要不要再报 来 2383 2382 2382的广搭 所以这一波的上来 很多人是卡在这边 甚至是更远 对 对 或者是这边 对 这里 所以这边 没有人在这边问说要不要买 只说我要不要继续报 对 所以我的感受是这样 所以你说真的有 真的有新的钱进来 然后被卡住吗 好像没有 所以有真的更恐慌吗 应该也没有 所以应该是原本的恐慌继续蔓延 对 就还没有乐观起来 OK 来我们回到昨天的股票 像利隆店 今天早上我想说 稍微开高结果拉回 回撤 结果回撤 撤到这一天的平盘价 对 就收盘价 837 它今天好像来到83.5 然后马上就上去 就拉上去 所以看起来好像 也没有转弱 这是不是也是一样 突破 突破前高之后的回撤 对 没有问题 所以玉邦也是 今天很神勇 这个地方 对啊 也是回撤一下 又上去了 所以看起来真的也 也没有什么不良的迹象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那个江坡图好了 好 玉邦的吗 对 6449 6449对 OK 所以你看早上忽然一洗 来那个2472 2472 2472对 利隆店 对 你看都是一样 早盘都洗下来之后 就怎么样马上拿上去 所以感受起来 来3290东普 3290东普 我们昨天讲的车用的概念过 对 你看 也是洗一下马上上去 其实今天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自己起床我也是啊 我就想说 早上看到美股又这样了 对 又挂了 对 想说今天是不是要卖股票了 对 今天绝对是抱着一个 比较保守的心态 对 迎接开盘啦 对 结果你看 今天看了半个小时 我就决定 好像不要卖比较好 有没有 真的就是这样 很多股票就是半小时之后 就拉上来 所以我觉得看起来怪怪的 但是呢 今天你看 像国泰这边在说什么 要买中小股 中小新股 对 但是你看我们已经早就布局了 这不就中小的格局吗 对 而且我们开始布局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 对 族群 那个族群 对 所以你说锐智今天甚至还强势创高 但是后来收盘 稍微回到平板附近 好 四五三二 来 四五三二 这个是昨天当充人还蛮多的啦 对 但是你看哦 这边也是一样啊 半小时就拉上去 还创高 也很凶啊 所以客观讲哦 这些状况代表什么 代表说我把散户下出来了 看到这种盘 散户可能第一时间跌破了赶快买 先买 但是先买就发觉马上有买盘的力量又进来 那这个地方谁会买 如果是你 你想你今天会买吗 如果是一般散户的话 我觉得几率好像没那么高 不会 OK 那群衣一样 昨天站上月线之后今天也继续 小涨一%多 对 然后滑井垫 我们是不是说这里都会是强势 今天也继续强嘛 所以看起来都没有问题 所以你说这些题材是不是延伸 坦白说这一段设备我发觉还是蛮强的 那当然设备开始有一些新的 新的个股出来 对 今天盘面上有激荡 OK 那这边为什么我们会说那个 整个趋势我认为都还没完 这个是苹果 我们最近口头讲 这边我们就特别细节讲一下 我觉得这边报告写得不错 应该是凯基写的 好 他是这样讲 他说苹果WDC大会出来之后 他说怎么样 Pre-training是TPU跟云端 跟地端的GPU等 高效级可扩展的硬体训练 然后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这个 用户这边的指令是有什么 地端模型优先处理 所以苹果已经定调一件事情 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在AI的运作上面 我一定是需要手机端 或者是电脑端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个时间点 前面去年来 去年我们讲伺服器的时候 很多同学跟我讲说 老师您都是土B的 赚不到多少钱 OK 所以去年开始布局 今年继续布局 那总算应用到出来了 如果苹果也告诉你说 我要这样用的话 我觉得问题就不大 而且再从数字来看的话 苹果这边速度每秒 产生30个Token 然后GPT4的话 大概是26个 所以意思是什么 手机端确实是需要进展 那这我提一个自己的经验 我当然现在还没有换 所谓AI PC 但是我们换了 比较强GPU的电脑之后 我会发觉一件事情 就是譬如说我们在做影片的 什么渲染的时候 这是比较专用的名词 我旧的PC跟新的PC 好像差了我目感受上 大概三到五倍以上 哇 速度 对 所以你说这只是影像处理 那你如果进入到AI的应用 那可能就不止 所以这变得很简单 就第一端我会先处理 然后再来我就要考虑是 丢到Apple这边 还丢到GDP这边 或者丢到什么 百度那边 概念上是这样 对 OK 那马斯克当然 他一讲完就出来骂 就说你这个 安全有问题 所以我公司会禁用 对不对 如果它不爽 那我们就爽了 意思代表苹果有重 就代表是说太强 以至于马斯克很害怕使用 对 我觉得可能是达到重点 我觉得概念上应该是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第一个 你很直观地想 就是苹果供应链 当然台湾电阵也很强 对 电源供应器的部分 然后郁金光也很强 好强喔 对 郁金光这边是周线 真的是一个大底 这边上来大概269 他才刚打完完周线的大底 没错 629 然后565附近的位置 所以你看这里上来 这个629的位置 其实是站上之后整理整理整理 其实没有很远 客观讲是这样 是上面这一个 好 上面这一条 对 所以这个地方 上面的压力应该会越来越小 而且你说它本益比现在多少 19倍多了 也不高 其实不算高 对 那再来 如果是郁金光跟大力光 其实过往的经营我们会发觉 它跟苹果的业绩是联动很强 对 但是过去两年 郁金光在苹果这边的那个CAPEX 支出是相对多 就配合苹果的开发 所以大家说VGIN PRO这边它投很多 对 所以这边郁金光会比较受惠 我觉得有可能 这个大力光我觉得也还是算强 对 那另外 这一个部分 当WDC完 第一根是拉这个 是拉文帽 文帽 但是文帽我觉得蛮有趣的 这个地方我们讲快一点 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发觉怎么样 业外都是亏的 扮养猪啊 对 然后这边已经转正了 第一季转正了 所以你说本业转正 然后业外好像又恢复了 那这边有没有机会真的是相对低 因为现在全新昨天很强 对 那它是整个进行最低 今天是文帽比较强 而且它是老大嘛 所以有没有机会也反攻 我觉得往这种角度去思考 你看投信也在第一档在布局啊 其实这一根谁都没赚到 对 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先从这边思考 那当然中间再延续出来的 个股我觉得会有很多啦 那我们再去想 中小型股我们再往哪个方向去布局 好的确 你不要说 按万坛稳帽没有买到这个 WDC之后的第一根 说到谁会知道它会拉呢 但是呢 今天这个位置看起来 投信刚买 那在发买过程当中的回测 怎么样来做切入 都可以请问一下展哥的看法 我们刚刚展哥讲了很多 相关中小型股的操作 跟瓶盖股未来的观察 有些话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画面上面的联络方式 扫QR或是输入LINEID W5868 就可以找到展哥的LINE 资料都在里面 有空都可以提出一位老师 有时间会跟大家做互动 还有分享咯 各位来一下 回答的股东会能够继续的放烟火吗 但是回答部长没关系 美股的75是帮他扛大旗续航多头吗 怎么样来观察相关的这个 美股的轮动 也带到台北股市轮动的节奏 我们请问张立老师 休息一下 瑟琳57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57股市同学会 美国股市当中的AI指标股 回答这三天是创高的回档 回档16% 回答连三黑 让品一男身价少了80亿美元 加上华人勋一个礼拜卖了72万股 套现9460万美元 有下巴投资人吗 其实大家理性一点并没有 这个72万股只卖它的持股 只占0.008% 扫到不行 它的持股还相当的都有 8070万股 所以真的只是有一个财务性的调节而已 可是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关注 美国的晶片股CEO卖股的影响 其实最近不只是华人区 大家都在卖 因为他们CEO有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规定 包含美光的梅洛特拉 前六月卖了45.7万股 套现5200万 高通的艾蒙自己 一到五月份也卖了4.05万股 套现690万美元 我们尽管说最近这个回答的股价 稍微的做拉回 可是台股当中也看到很多 相关的这个瓶盖股在发动 因为苹果的股价在美股是逆势的 创下的新高 股价还在强势的格局 我们就想问老师 大家都担心了 现在回答的荣光结束了吗 礼拜是早上的回答股东会要来 怎么样来观察 还可以期待的更大的利多吗 还是说这现在段要停看厅 反而找下一个机会呢 对 没错 我想今天早盘 大概一度跌了314点 其实最近这几天大概跌了1500点 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 看空的人或看保守的人 相对上来讲就比较多了 对 那我觉得 其实不是这样看的啦 我们看下一页 我跟大家报告 你要先看美股的部分 到底美股现在发生什么事好 你看一下最近这三天好了 其实跌幅比较大的是谁 费城半导体 对不对 还有NASDA的部分 离高点相对上来讲比较远 好 那你看一下 道琼的部分 这几天是创高的 创这一波段的新高 好 那罗素2000 其实最近这30天 其实也没跌 也还是小涨 那你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你要去拆解它 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大概几个 第一个来讲的话 当然你说会拿卖股等等的 那也真的卖不多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第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涨很多 你看跟季县的正乖离 跟半年县的正乖离 你没有发现真的是很大 第一个就是 它真的涨幅太大了 第二个来讲就是什么 大家对于未来的降息的部分 有可能稍微的缩减 对不对 那当然对科技股它也会产生一些的影响比较重 第三个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说 我认为 就是说以所谓的一个月底的部分来讲 其实美国都这样 机构法人都这样 越接近越底的时候 其实它都会股债再平衡 对 股债再平衡的时候 你股市涨那么多的时候 我当然是卖股市买债市 那我卖股市 我要卖谁 我当然是卖 卖涨最多的 那你看这个你没没钱吗 你也知道谁涨最多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它卖股的时候 其实它是卖最多的 所以它的拉回会不会很严重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不会 假如真的是严重 我跟大家报告 假如是真的未来的景气 看得不好的话 我跟你讲 罗素2000基本上棒就下来了 因为它是2000档 中小型的成分股 那道琼的部分也不会太好 基本上它不会走自己的路 所以这是大指数其实跟你报告的这件事情 好 那你假如你还不知道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 好 所以我跟大家报告 那个是涨多之后的一个修正 好 那我跟大家报告 当然很多人在讲 回答会不会是SISCO 2000年的一个SISCO的网目泡沫 那你可以加入我们的LINE 因为这个真的比较多 因为节目的时间相对常来讲 这个故事当年也是非常的精彩 那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它大概相似之处就是什么 就是这两档股票 都涨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当年SISCO还超越微软 对 没错 美股市值最大 另外一个不同的是什么 回答现在的本益比 大概是45倍附近 那当然它涨很多 所以它高出了 它过去的平均值值 可是重点来了 在SISCO的部分来讲 那时候的本益比 冲到大概接近140倍 一个45倍 一个140倍 你觉得当然我不敢说 回答这个地方45倍是没有泡沫 它或许有一点点 可是这个不太像是一个大的泡沫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财务报表的部分来讲 也是不同的 就是说因为回答的部分来讲 它真的有EPS 所以你可以看到 股价涨那么多之后 现在的本益比基本上来讲 预估的本益比才45倍 对 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好 但当时SISCO是100多倍 对 没错 SISCO的部分来讲 我记得没错的话是145倍 那回答的部分像现在来讲 你比如说回答现在讲80倍 比如100倍 比如120倍 那当然它的泡沫就越来越大了 可是现在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 所以你也看到很多的分析 财务状况不一样 对 比较正常的分析师 不要说那种死空头的分析师 你知道吗 所以难怪最近有人把这个论调拿出来 讲回答会变成下一个思考 但是照了说提醒大家 不可能 因为它现在 你要是说回答现在的本益比是80倍 是120倍 那当然有可能 对不对 越来越有可能 可是你现在是说 我觉得不太可能 所以这个 好 我们再看下一页的部分 所以你要看一下 其实好 这个就是Cisco的部分 那时候本益比大概140倍 在2000年的时候 这个回答的部分 大概在45倍 所以你就知道 一看你就知道真的差很多 我们再看下一页 好 那回到这一些 我们再回到个股的部分 因为很多人看到 回答的也一直讲 回答废话 回答假如会涨 会再创高 那还要讲吗 那全球科技股不会在大阪上讲 这个不是屁话吗 我觉得这个真的都是屁话 不需要 你要看回答最近的跌 跌了十几% 那假如发生一个现象 是回答真的这么 这么的 回答当然非常重要 可是回答假如跌 全部的AI的股票 真的都大跌 那我跟大家报告 现在你就要特别小心 可是假如回答的股票 这三天跌成这样 已经跌了十几% 其他的AI的股票 我也不太理你 那你是不是就不用跟着大家 那么的恐慌 就像今天盘中杀的时候 就像这个是今天收盘的 美股的部分 当你知道的时候 你真的会在今天早上 杀盘的时候 去杀你的股票吗 基本上不太会 为什么 回答跌好了 跌了三天 亚马逊他也是AI的 人家盘中 今天的盘中 还创下波段新高 对 麦克服的部分 在今天的盘中 还创下历史新高 Google的部分 有理回答吗 所以 也创历史新高 今天假如说 是回答跌三天这样 全部的这些的股票 真的也不行 那我跟大家报告 你就要 真的要紧张 可是看起来没有这样 看起来没有 我也知道回答是重要 可是你要看其他的股票 你今天说回答会创 再创历史新高 台积电不会吗 对不对 红海不会吗 这不是屁话吗 所以我觉得 其实很多的东西 你真的面向要广 好的确 回答拉回 可是刚才讲到 包含的META 亚马逊 谷歌 都创下新高 不要忘记这些CSV大厂 都是台积电的大客户 所以台积电 不要说只跟回答绑在一起 其实回答只是短线上面的 创高拉回 那我说我想问 我们昨天讲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还不错 就台北股市创高 拉回过程当中 谁会是台积电或红海的替身呢 但今天当然还是这两座神山 跳出来力挺 拉尾盘的启示 可是如果说他们 有办法拉尾盘 有办法不醉的话 他的小兵们小替身们 会不会其实会更加的勇猛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你看回答 最近这三天回答 有修正谁 Google是他的替身 那个亚马逊是他的替身 就是这样子嘛 你了解我就是这样 那我不是跟大家讲 台健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分时走势图好了 其实你可以发现 我们先看大盘好了 你看大盘今天分时的走势图 这个地方分时 分时 你看分时走势图 你可以看到 这边突然之间跌310点 之后慢慢拉起来 尾盘只触才翻红 你看一下2330的台积电 是台积电拉涨的吗 不是 台积电是在后面 最后才拉 2454的连巴科 2454的连巴科 你看全部都在平板以下 2382的广达是吗 不是 你看一下 他也是到后面才好 好 了不起你说2317的鸿海 算他吧 鸿海算盘 这个算有拉 这个相对上来讲 当然是比较 可是你看一下 2308的台大店 好 看台大店 是不是不一样 2308 人家这种拉法 3665的帽连 3665的帽连 对不对 你看一下 是不是也是这样 我就跟大家讲 其实台股当中有一些 当你台积电稍微弱 当你鸿海连巴科 稍微弱 有一些替身 自然而然就会出来 我刚刚所提到指数的部分 我不是说这个地方 它就会创新 不是 这个地方基本上来讲 当这些重要的 全脂股弱的时候 有一些全脂股会起来 像台大店这边 像帽连 所以你就会发现 指数不会连续性的 重挫 可是这就会让其他的 中小型股的部分 非常的有机会 对不对 对 就像大力光好了 或者预星光等等 光阳科 你看今天光阳科也不 萨尔巴巴的通家也是一样 台亚 PA 被动员线 老师都觉得很有机会 其实我跟他 这是大方向 你自己去看一下 等一下我们就稍微 那记得叫我们的ID 因为资料真的太多了 对 因为中小型股的机会来了 第三季也包含了 国泰的投资长都说 要看中小型股 那再老师是操作 中小型股的专家 如果对中小型股 相关的操作 技术面有任何的问题 或基本面想了解的话 都可以跟老师来索取资料 那可以扫一下 画面上的QRQ 或者是打Lite的ID 就会找到老师的 相关的内容跟讯息了 老师 我们继续走下去 对 你看一下 其实你像178 我的光阳科的部分 也是一样 这个我们也讲很久 你看一下 今天分池走是日线也可以 你可以看到 几乎是缩最高 你看它的日线的部分 对不对 跌跌干减真的是 对 我觉得其实像这种 337的光 精彩的部分也是类似 那下一页的部分 我们再看一下 你比如说像 三五八八的通交 你看一下 台大电创高之后 其实在电源管理IC的部分 你看一下 你看这种形态 基本上 未来的展望是好的 这种我觉得都会过高 那台亚我讲一下 因为台亚的部分来讲的话 昨天下午 它当然发了 所谓的一个 昨天凌晨 今天凌晨 它有发一个重讯 我觉得这个就是 也蛮 就是乌龙一件事 就是说 足科管理局 因为台亚 它要变更 公司满了样心怪 对 它要变更 所谓的一个 新亚的部分 它变更了公司的章程 就送到足科管局去 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 然后结果两个人的看法 就是两个人不同 见解不同 你知道吗 就是为什么 那足科管理局觉得 因为它变更章程之后 以为它没有监察人的 可是新亚的部分 其实它并没有 就是把这些监察人废除掉 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情形 今天就没有办法 所以就是说 在事实还没理清之前 就只能先暂缓 对 暂缓 然后等到7月中下旬 他们再重新再选 所谓的监察人好 你看一下台亚的部分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觉得这也好事 为什么 搞了一件乌龙之后 让大家 刚好今天的大盘 是不是跌310点 而且有一点点 吸引这个新闻目光 对 反正你看吧 就是我的意思说 反正刚好立空 今天大盘也不好 刚好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跟他报 其实当然 这些的挂牌 只关于挂牌对它是正面 我觉得你就看它6月份的营收 其实会非常不错 之后会不错 为什么 因为其实它也 大家都要讲Apple 其实它也是Apple的概念过 它是所谓的一个 Apple Watch的部分 它的大概独占 大概管理晶片的 就是所谓感测晶片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这种 其实都可以注意 那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好 对 那另外的文帽的部分 其实这个我也跟大家讲过了 其实这种你看 今天也都拉下一项 其实 对 我觉得 中小辛苦先拉 对 AI Apple等等 这些题材其实都OK 那当然还有其他被动元件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觉得大家可以下我们的LINE 这个都会放在LINE群组里面 好 这包含了郁邦 今天也是这个逆势的抗跌 那国具的股价 也在五日线附近以上 做震荡完全没有要转弱的意思 那老师从这个被动元件当中 找到的是辛勤 好 辛勤跟华兴科 这样两档公司 都是比较落后的 被动元件概念股 那怎么样 跟老师说取资料了 是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对 没错 我想这些的资料来讲的话 因为时间真的有限 所以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LINE 那你看一下 你比如说像2492的华兴科 其实有券商 对 他也在买 你看一下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今天也发出了